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天都会有专题报道和你一起讨论节目的话题 没错 那今天的话题说出它的数据是相当的惊人 为什么呢 其实湿热的天气就是这个妇科炎症的高发时期 那么尿道炎就是其中一种了 那说到那个数据就是几乎百分之百的女性 一生中 对 一生中都会面对这个尿道炎的发生 我就是其中一个 是 我也是 那除了这个气候的因素之外 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尿道炎的发生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 先看一下今天大主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球约四成以上的女性一生中至少会遭遇一次的尿道炎 而湿热的天气更是诱发尿道炎的主要原因之一 使女性尿道炎感染进入高发期 在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都处于炎热潮湿的状态下 尿道炎更是我国女性常见的疾病之一 其实 除了气候的变化 还有哪些因素会导致尿道炎的发生呢 此外 尿道炎的症状又有哪些 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任何的注意事项 才能防范于未然 今天就随着活力交战一起来了解 再一一破解尿道炎的迷思吧 是的 我们现场就有密尿科顾问医生 罗华伦医生Dr.Warren 为我们解答这个湿热天气 为什么会导致尿道炎的频密发生 欢迎Dr.Warren 欢迎 谢谢 Dr.Warren 你好 都我想问一下 其实刚刚像金益说的 其实女性普遍来说 百分之百都一倍一倍生中了 一定会有尿道炎的这个几率 可以这么说 因为女性她们的那个尿道 通常都是比较短 只是二到两个 两个到五个公分 但是男性的那个尿道 可以到二十公分 所以如果女性的那个尿道短的话 就比较容易拿到那个血线感染 所以如果是从小孩子开始的时候 当然她的那个尿道 她就会更加短了 像那个时候有些时候是因为那个清洁 那个问题 所以做到他们很容易在小孩子 小女生拿到那个尿道感染 对了 也是会有 因为他们的那个尿道更加短 所以到了那个就生育的那个时期 因为我们有性行为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拿到那个尿道发炎的 那个问题 但是到了老年人的时候 我们因为收清了嘛 所以那个尿道就会比较小 比较窄了 因为收清的话 这样那个时候很容易裂 如果一裂的话 细菌感染就很普遍 所以从年轻到老 女人一生中都可以讲说是逃不过 这个尿道感染的问题 所以她那个病症的关键呢 就是在于女人的尿道比较短 然后它是暴露在那个细菌的 那个环境之下 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 可以这么说 是因为女人的那个阴道 都是有一些真菌和那个细菌 就好像我们的直肠 也是有那个细菌 是 尿道就跟阴道又非常靠近 然后接下来就是肛门 对 所以如果是女人 有些肚子的那个问题 或是她们有那个便秘的问题 或是有性行为的话 她们会比较容易拿到那个 尿道感染的那个问题 根据doctor的说法的话 所以就是一般上 四十四岁以下的女性 是比较容易患上这个尿道炎的 对 据那个临床试验呢 我们发觉到 如果是那个西方国家里面 因为她们有试剂嘛 所以是从春天到夏天的话呢 她们的那个细菌感染的那个基数呢 会高出大概十五巴仙左右 那这个跟气候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说热带国家 等女性患上尿道炎的几率又更加高呢 会 因为热带嘛 热带的话呢 我们就比较容易脱水了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喝水的话呢 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把那个 膀胱里面的那些细菌清除出来 所以就比较容易拿到那个细菌感染 更好况是如果是我们在热带天气的话 比较容易流汗 所以有些女人她们有穿着那些 或是泡带之类的东西呢 她们的那个这些东西就会 好像一个温床给那个细菌 因为第一有汗水 第二呢是有那些细菌感染的那个因素在那边 第三如果是太挤的话呢 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更 就讲说经常换洗的话呢 这样这个就会变成一个温床了 其实刚才doctor说就是穿那个panty来呢 包括我们女生如果是说穿牛仔裤 然后长时间呢坐在办公室 办公的话呢又不去厕所 比方说憋尿 对 也会导致这样子的尿道源的发生 非常普通 所以很多女性她们憋尿的话呢 她们就会拿到那个细菌感染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正常呢 是三到四个小时喝水一次 也就是讲说我们排尿的时候呢 也是三到四个小时 但是如果是女性憋尿 别到六到八个小时的时候呢 她们就可以 当天就可以知道 她们就可能会有细菌感染的问题了 doctor这样我就很好奇了 doctor刚刚一直有说 因为我们女性的身体构造的关系 所以患上这个尿道源的几率 就会大大的增加 我们来解释一下可以吗 doctor今天带了很多的这个示意图 来展示一下 到底尿道源感染的部位是在哪里呢 其实比如讲说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这个吗 这个也是可以 这个是男性的 这样我就用这个这个比较容易吧 好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盘骨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尿道 所以女性的那个尿道呢 只是两个centimeter到五个公分 但是男性的呢 如果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外面呢可能是四到五个公分 但是里面呢还有十五个公分 所以男性呢大概是有二十个公分 所以男性是很难拿到那个细菌感染 因为第一我们的那个尿道是在外面 而且在体外 而且那个那个直肠呢是在后面 如果是女性的话呢 她们三个地方都非常的那个接近 那就造成她们有很容易拿到那个细菌感染 所以尿道炎具体来说 它是一个 它的症状是什么呢 尿道炎症状呢就是 一个女人呢 她们会感觉到好像 很频密地要去小便 去到那个厕所的时候呢 就感到好像有火烧热热烫烫的感觉 又好像小不完 又好像小不到 又好像一滴一滴这样的样子 对对对 所以那个蠢尿 就好像小不完的蠢尿 就刺激着那个盘骨 做到她们一直要去小便 但是最大的那个迷失呢 很多女人都以为讲说 如果我们有细菌感染的话呢 我们就要喝多一点水 就希望把那个水冲洗出来 那我可以跟你讲的就是 可能是太迟了了 因为我们要预防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喝很多水 就讲说预防 不要有那个细菌感染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一旦有细菌感染的话呢 细菌从那个尿道那边 慢慢慢慢地伸延进去那个膀胱 所以膀胱本来是可以储藏 大概是四百公升的那个尿 但是如果你有细菌感染的话呢 你那个整个那个膀胱的 那个墙壁都会肿 也就讲说无形中的那个空间 就会减少变成两百五十或是两百 所以如果膀胱的空间是减少的话呢 再加上那个尿道也会肿的 尿道肿的话呢 就变成那个小便的时候 就非常的辛苦 而且又刺痛的那个感觉 所以如果你的空间小的话呢 你有再大量的那个喝水 你需到一杯水呢 大概是三百ml左右 如果你小完便的话呢 你就刚刚好有四百ml的存量 可以存到完 但是如果你是膀胱变成小小了 因为它那个膀胱肿嘛 像如果你再喝一杯三百ml的水的话 你都已经是要分两次了 那个时候如果你是又在喝很多水的话呢 这样你就可以讲说是住在厕所里面 因为它确实是一种迷思 因为我们就是本来就是因为脱水 才会有这个尿道炎的发生 所以当它发生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以为说错以为说喝很多水 要把那个细菌把它排掉清洗干净 对 可是因为就是膀胱肿胀的关系 所以尿呢其实是排不出来的 就排不出来 那这时候呢就是要吃抗生素 对 把那个细菌都给清除掉 清除掉了 是 所以这些是早期的症状吗 这些是早期的那个症状 那因为有一些人呢 他小便的时候还会尿血呢 对 这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的那个膀胱是有发炎 或是有肿的话呢 膀胱里面都已经有很多的血管了 像如果你是有发炎的话呢 那个血管就会膨胀 就讲说如果你是要用力去小便的话 它会爆 所以细菌呢跟那个血呢 血尿呢 是好像妈生兄弟跟着一起来 有些时候你是可以看得到 有些时候是用那个尿 那个test才能够看得出来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用那个抗生素的话呢 五到七天吃的那个抗生素 就可以足以地消除那个细菌 如果你是撇子 不管 让它那个细菌慢慢慢慢伸延 到那个肾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肾发炎 肾发炎的话呢 我们就会感觉到 整身都好像非常不舒服 非常疲倦 而且又发冷发热 而且又发高烧 所以那个时候呢 已经不是吃的那个抗生素 可能要禁烟 要打的那个抗生素的那个症状了 好 老大我们先来说一下 因为刚刚提到的这个尿道 有分上面尿道跟下面尿道 那如果影响到肾那一边的话 是不是上面尿道也发炎了呢 对 所以如果是上 就讲说upper urinary tract 是那个肾和那个输尿管 如果是下面 就是讲说它的膀胱和那个尿道 所以是从下面尿道开始 开始 上面尿道 那它真正导致这个尿道炎的 那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它有分成两种 一个是灵病 就是讲说gonococcal 另外一个是nongonococcal 就是非灵病 灵病就是性病吗 灵病就是性病 所以性病的话呢就是讲说 如果有一些人有拿到性病的话 他们的那个症状呢 就跟普通的那个细菌感染 是非常同样的 所以你会感觉到 好像有平民要去小便 好像很急逼地要去小便 小不玩 这些火烧热热烫烫的感觉 但是如果是非灵病的话呢 就有很多原因 它可以从非灵病的那个性病 就讲说有资源体 或是医源体 或是就讲说有些人 他们小便的时候 他们就大力地用那个纸巾去擦它的话呢 这样也会做到它受损 同一个时间 所以这些支源体低虫 那些都是属于性病的 都是属于性病的 对 对 所以同一个时间呢 如果有一些女人 他们用那些 比如讲说杀精剂 或是那些润滑剂 或是有些用那种过分的那种 清洁剂去洗的话呢 是 这样他们也会 就讲说会 症掉它的那个BH 也会造成它比较容易用 受到那个细菌感染 所以可以总结出来的话 其实导致这个尿道炎 不只是这个因为性关系 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一些细菌 我们的生活习惯 卫生习惯也会导致 对 绝对是 所以是不是说应该 比如说进行性行为 之前要照顾那个卫生 还有之后也要照顾那个卫生 之前和之后都要清洗 这是最好的了 我们看包括就是之后排尿 就把那个细菌去 就清洗出来 那为什么止汗剂 也跟这个尿道炎有关系呢 止汗剂是 Dudorant Dudorant OK 有些女人她们是 因为下面有一些 比如讲说有些味道 她们会用这些 就讲Dudorant之类的东西 她们会撒在下面 所以这些东西也是会造成 因为她们都是化学的那个应用品 所以不应该放在下面的 也不应该射在下面 这个就跟那个就是所谓的 像刚刚Dudor说 清洁剂啊 私密处的一些保养品 对对 它都是因为化学剂 会改变这个私密处的PHS 对对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那那个天气炎热 它又怎么导致到尿道炎呢 因为天气炎热的话呢 我们会脱水嘛 我们需要大量的那个水分 把我们的身体那个细菌排出来 所以如果你是脱水的话呢 这样你的排的那个尿的 那个数量就不多 所以就很容易拿到那个细菌感染 同一个时间 如果我们是热的话呢 就知道好像在马来西亚 我们天气炎热嘛 我们不只是炎热还潮湿 对 又潮湿 所以在下面 如果你是穿着那个牛仔裤的话呢 你又潮湿 下面有汗嘛 对不对 而且又比较 又湿 又比较热 这样的样子的话呢 那些肮脏的东西呢 就变成一个细菌的那个温床了啦 就很容易拿到细菌感染 是 又或者是一些比方说旅行的话呢 长时间坐在飞机 然后你又不喝水 然后又脱水的时候呢 也很容易患上这个尿道炎 绝对是 绝对是 其实应该有一些职业呢 蛮容易患上尿道炎嘛 比方说前阵子的话 假设啦 就是看那个医护人员 我们之前疫情高风期的时候 他们又穿着PPE 应该是不喝水的 他们算是高风险缺吧 也可以这样说吧 是因为我们 如果是比如讲说 我是一个手术的医生呢 像如果我是在那个手术那边 房里面做一个18 20个小时的那个手术的话呢 像我当然是在中间的时候呢 我有时间的话呢 我就要喝一些水了啦 要不然的话 我会严重地脱水 是 又或者是忍尿 长期忍尿 有忍尿习惯 鞭尿习惯的朋友也要注意了 对 那是不是医生尿路结石 也会有导致这个尿道炎 其实是刚好相反 其实它可以是两方面来讲 比如讲说 女人如果是整天 有那个细菌感染的话呢 它可以变成有 造成有石头的那个几率 就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石头我们是有分 acid和alkaline的 所以这一类的那个石头呢 就算也是alkaline的那个石头 但是如果你是讲多 肾脏有石头的话呢 石头本身都不是干净的东西 所以石头本身 已经是细菌了了 所以很多女人 如果她们有那个尿道炎 或是有膀胱炎的话呢 或是有后面有疼痛 有可能怀疑到 她们有肾脏炎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要排除呢 是不是有石头在里面 因为石头本身 就是一个细菌感染的 那个原因 OK 可是有尿道炎的时候呢 上厕所的时候 不只是感觉那个尿排不出来 甚至还觉得好像有东西 她是刺痛的 但是感觉就是尿道那边有东西 对 是石头吗 它不是 其实因为如果我们有膀胱炎 或是有尿道炎的话呢 你要知道整个那个尿道都会肿嘛 像我们的那个通道 就只有那么小小的 这个小小的通道 但是如果给它肿一肿罢了呢 就变成你好像小不完 小不干净 所以知道我们那个膀胱炎 也会在同一个时间发生 像膀胱如果是有一点点 那个尿存在那边 刺激住那个 已经是敏感的那个膀胱的话呢 就做到你一直要去小便 而且又小不完 所以就好像住在厕所里面吧 简单来说就是发炎的啦 对啊 是 那如果这个情况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早期的一些症状 包括了像疼痛啊 骚痒啊 或者是 甚至会发烧发冷 对 严重如果我不去医它 或是不去治它 会有没有什么一些影响 会的 如果我们有 正常有那个膀胱炎 或是有那个尿道炎的 那个感染的问题的话 没有去治疗它的话呢 它就以后就会变成那个 膀腔炎 就讲说 然后或是严重的话呢 我们甚至会有那个 不孕的那个危机 因为我们的那个 就讲说那个卵巢嘛 它有那个管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那个管整体 有细菌感染的话呢 它会疯掉了 也就讲说 它们可能会有那个 不孕的那个问题 那如果孕妇 它有尿道炎的话 会影响到baby吗 会的 要看它们的那个 细菌感染的那个 就讲说严重性 如果是非常严重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给它们 吃抗生素 也要同一个时间要知道 因为怀孕的女人呢 我们在first trimester 就是前面的四个月 我们尽量都不要 给它们吃那个抗生素 但是如果不吃的话呢 如果是太过严重的话呢 它们可能会流产了 好 有一定的风险在了 对 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是 多多我想问 你如果最严重的情况 就是如果说它除了尿道炎 它还会引发一些 什么并发症呢 如果是比如讲说 整天有那个细菌感染的话呢 当然我们的那个细菌呢 不只是在那个膀胱 或是在那个尿道 它如果是严重的话 它会变成有败血症 就讲说那个细菌 会跑进去那个血里面 这样会造成 所以它们会 变成会洗身 或是那个心脏 也会受到细菌感染 肺部也会受到细菌感染 这个是败血症 同一个时间 如果是女人 如果是整天 有细菌感染的话呢 尤其是那些收精的女人 因为收精的那些女人呢 她们的那个尿道 会比较窄了 因为没有精了 所以她们就比较窄 所以如果是窄的话 如果你有闹道感染的话呢 它会变成更加窄 所以变成她们 有些时候收精的女人 小便好像小不完 好像一直要小 一直要小 又小不完的那个感觉 所以这个呢 就无形间 一大堆唇 又变成到 好像有细菌感染了 所以一旦出现 那个早期的症状呢 一定要及早就一变 对 让那个问题 变成棘手了之后呢 就是 太吃了了 我想问Doctor 有没有说一个阶段 就是要尿道炎感染 多久了之后 它才会恶化到 那个败血症的地步 还是其实没有一个期限的 其实是没有一个期限 所以如果是尿道感染 如果是没有真正的 去治疗她的话 如果是非常严重的话 有些时候你可以看得到 这么这些小小年纪的 那些女生 已经去洗肾了 很奇怪 但你去问我讲说 可能是有很多时候 她们有细菌感染 有可能只是一次罢了 也就讲说 她们非常严重的 那个细菌感染 做到败血症了之后 就变成要去洗肾 终身洗肾 所以其实不是看 她的那个次数 是看她的那个严重性 对 所以那有什么方法 是可以治疗除了抗生素之外 我觉得最好的那个方法 就是第一 我们要不要掉以轻心 就讲说不要憋尿了 所以感觉到那个身体 有点不太舒服 比如讲说有那种火烧 热热烫烫的 灼烧的那个感觉 知道自己有细菌感染的话 就尽快去求疑 需要知道 我们需要用到那个扫描 或是用那个尿液检查 才能够知道 所以就不要一直拖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要讲 预防生理治疗 如果是预防的话 第一 我们可以用那个 multivitamin 就讲说那个vitamin 我们也可以用那个 尿液检化器 同一个时间 我们也可以 就讲说用那个 蔓越莓 就讲说cranberry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预防 那个尿液检化剂 平时都是可以喝的 可以的 它就好像一个清洁剂 这样把你肮脏的 那个尿全部洗出来 对 这些预防方式 像刚刚我们看到的 减换尿液药物 是在科学院就可以找到的吗 可以的 除了那个抗生素 是需要那个医生的那个纸 但是其他的全部都不需要 德德 我想问 因为我很常听到说 吃蔓越莓可以预防 但是我想问是 喝蔓越莓果汁可以吗 其实如果你是喝蔓越莓果汁 就是可以 但是你一天差不多要喝 整罐你才可以 所以我就会建议 你就用那些浓素的 或是那个capsule之类的 会比较好的一点点 它并不是食品的话 要吃太多了 就因为你不知道 它的那个分量 是 除了饮食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预防方式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 就讲说注意自己的那个卫生 就讲说如果有新行为的话 事前事后要清洗 这样最好是有那个 固定的那个partner 然后当然如果是 也要知道一下 自己的那个partner的 那个情况 明白吗 然后因为有些女人 她们一直有那个尿道感染 我们只是医那个女方 但是不知道原来 她的那个因素 就是从那个南方那边来 这样我们就要 真的是要两边都要测槽了 了 还有包括就是上厕所的时候 那个我们用卫生纸擦的话 就是那个方向要对 对 因为如果我们是 从下面擦上来的话 就把那个职场里面的 那个细菌带上来上面 这样如果我们最好是 最好是清洗 因为你要知道 那个厕所的那些 很多都是recycled paper 所以所以她的那个卫生 是有一些问题在那边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是 很注重自己的健康的话 我会觉得你会自己 预备自己的那个纸巾 或是用水洗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 没有办法用清水的话 就是从前面往后擦 才是那个正确的方式 对 然后如果说跟生活习惯 比方说烟酒还是熬夜 这些都有关系吗 我觉得如果你是有烟酒熬夜的话 你的抵抗力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然后当然我们也知道 如果是抵抗力低的话 我们会比较容易拿到 细菌感染 是 好了解了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尿道炎除了很多因素之外 跟湿热的天气也是有影响的 炎热的天气还会引起 一些什么样的疾病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炎热天气引起的疾病 肾障损害 高温对人体肾障 有着直接的损害 可导致人体脱水 尿量少 肾负荷加重 体内水炎代谢失去平衡 影响正常的生理机能 造成腹痛 恶心 呕吐等症状 天气炎热时 建议分多次少量的饮用白开水 以促进人体正常代谢 保障肾障健康 心理重暑 气温较高的天气 容易影响人体 下秋脑的情绪调节中枢 主要表现为心烦气躁 思维紊乱 这就属于心理重暑 医学专家建议 在闷热的天气里 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少熬夜 多喝水 在极热即可的时候 不要大量喝冷饮 从高温的户外回到室内 应该先把汗擦干后 再开空调 而空调的温度 建议保持在摄氏26度以上 热伤风 热伤风俗称热感冒 主要是因为炎热天气所引起的 病情较轻者会出现低热 头痛 全身不适等症状 病情较严重者会出现高热 并伴着头痛 身体酸缠 倦怠 口干 但不想喝水 小便赤黄 折胎黄腻等症状 有些患者还会呕吐或腹泻 可根据不同的年龄和体质情况 进行各种锻炼 如太极拳 跑步 游泳等 同时要保持室内外环境 卫生和个人卫生 室内应该经常开窗 保持空气流通 同时需要避免过度劳累 建立规律的生活 欢迎收看《火力加油站》 那我们现在来足以聊一下 这个尿道炎的治疗方法 一样的我们有Dr.Warren 在现场跟我们聊 Dr.Warren我想问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尿道炎有分两种 一种是那个灵球 一个是非灵球的 那这个两者的治疗方法 是一样的吗 其实如果是灵球的话 就是性病了 这样我们就要从 那个性病的那边着手 就讲说有那个性病的 那个治疗的那个方案 但是如果是非灵球的话 有些时候还是性病 但是它是非灵病 也就讲说它可能是 资源体 医源体之类的 这样我们也就从那边下手 但是如果它是因为 有其他的那个原因 比如讲说只是普通的那个真菌 就讲说Fungus那个感染 或是有普通那个细菌Bacteria的感染 我们可以用那个抗生素 来治疗它的 针对性的我们看到 这个slide上面有写 细菌感染 真菌感染 或者是性传播的这个感染 治疗方法都一样吗 你要知道 如果我们是有细菌感染的话 我们可以分成Bacteria 我们可以分成那个Fungus 或是我们可以分成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就性病 所以如果是Bacteria的话 就讲说细菌的话 我们可以用那个抗生素 或是Antibiotics 但是如果你是用 有那个Fungus 或是有症菌的话呢 这样你就不可能用那个Antibiotic 去治疗那个Fungus 这样我们就要用Antifungus 但是如果你是有那个性病的话呢 那个性病呢 有可以分成Bacteria 或是可以分成Virus 如果是Bacteria的话 可以讲说是Chlamydia 可以讲说是那个Syphalyse Gonorrhea 叫灵菌 这些都是Bacteria 所以我们可以用那个Antibiotic 来治疗它 但是如果是Virus的话呢 比如讲说是HIV 或是那个蔡花HPB 或是那个Balzen Herpes 这些呢我们就要用Antiviral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是有很多方法来治疗的 像刚刚Doctor说 因为那个症状啊 对 都相似 差不多 对 所以我要知道确切是哪一个 是真菌感染还是新菌感染 我自己验不到的嘛 对不对 你通常都是要拿那个尿域来检查 一定要到医院去 对 所以我们如果是用那个尿域检查的话 如果我们只是用普通的Uring culture 就讲说只是Jack普通的那个西菌的话呢 我们不会从那边知道性病的 除非你是要真正的去知道性病的话呢 你就要用那个特别的那个尿域 真的是Jack那个性病的话 我们才能够知道 是 那当我看到这边有写到 缓解疼痛的方法有这个作愈 可不可以跟我大概讲解一下 那个是Cisbuff 所以有一些人呢 他们是比如讲说有整天有那个 西菌感染的那个原因的话呢 像有些时候我们就讲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不会提倡他们一直用这个抗生素 所以Cisbuff有些时候会帮助他们 就好像一个清洗这样的那个样子 就帮他们清洗那个下面 了解 这个也是在医院才可以做到的 并不能在家里 也是可以在家里 通常我们都是给那些 比如讲说那些coma的那些人 比如讲说那些是需要人照顾的 非常老的那些老人 这样我们就会提倡这种方法吧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带大家 破解一下这一个关于尿道研的一些迷思了 先问一下Doctor Doctor刚刚我们大概有提到 长期使用这个卫生棉条 Tampons或者是Pantyliner 其实会增加尿道研的这个几率 对还是错呢 其实是长期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如果我们比如讲说 是用出那个Pantyliner 或是那个Tampons 我们如果是换的话呢 它其实是不会做到我们有细菌感染 但是如果你是久久放在那边 都不换的话呢 像你都知道它我们体内下面是会有那种细菌 对不对 而且又有潮湿了 又有汗了 这些之类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会做到它有细菌感染 所以我们要换 本身它是不会做到有那个细菌感染 但是我们就需要的定期的换了 那老头我就要问的 一个健康的更换时间是多长呢 就是如果是感觉到 比如讲说有月经的时候呢 就湿透的话就要换了 湿透就要换了 好 那再来另外一个迷思 看一下这个有人说 有尿道炎的患者是不可以泡澡的 其实是没有根据的 没有根据 所以是OK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这个没有根据 那再来另外一个迷思是 只要清理干净了之后呢 我就不会再换上尿道炎了 请问是对的还是错的 其实要看它的那个 整体来讲是不对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讲说有一些人 他们是已经有性病 那个问题的话呢 这样我们就要治疗那个性病了 或是讲说你一次有人 那个细菌感染的话 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那个问题 要看你自己的那个生活方式 最重要的要知道 它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了解 那多多我要问 有一些人说游泳 可能也会增加这个尿道炎 有这个根据吗 没有这样的根据 没有这样的根据 大家好 那再来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要问懂的 很多人呢 就会就是想要自己 解决这个尿道炎的问题 所以就买很多 所谓的私密处清洁剂 或者是等等的药 这些药呢 会影响到 女性的这个部位的PS值 间接地也增加尿道炎的风险 这个有根据吗 这是有根据的 所以很多时候 比如讲说我们用的那些润滑剂 清洁剂 然后晶剂 这些东西呢 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下面 如果是长期使用的话呢 我们会 我折掉它的那个BH 会造成我们更加容易 拿到那个细菌感染 那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清水 清水 清水就可以了 只要保持卫生 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所以问题本身 并不在于卫生棉条 或者是Pantyline 而是那一个习惯 我们的卫生习惯 然后还有一些人 有个迷思 我有看过说 可能一些人不敢去看医生 所以选择自己在家里 用一些Home Remedies 用所谓的椰油 用麦片这些 或者是一些中药的条理 这个是会有帮助吗 需要知道的就是 如果我们用那个C-L的话呢 我们会知道 它的那个Duration 就讲说我们要用多久 就好像抗生素这样的样子 然后我们也知道 它的那个副作用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是用那个偏方的话呢 这样我们又不知道 它的那个副作用是什么 也不知道要用多久 它的那个分量要有多高 才能够有那个治疗的那个效果 总结一句呢 如果真的病了 还是要及早就医 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细菌感染 是可大可小的问题 如果严重的话呢 可能会引发一些 很多的并发症 像是败血症等等的 那再来就是 想要问说 这个尿道员呢 因为刚刚有提到嘛 女性一辈子 都有可能感染上一次 那我感染上一次之后 我是不是身体就有这个抗体 就不会再感染了 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能是有了一次 细菌感染之后呢 你可能有的抗体是 就是那个时候 可能就讲说 有几个星期到一个月 然后之后你可能有 另外一个那种细菌 所以不是讲说 你有了这个抗体 给这个细菌 以后你就完全不会有 那个细菌感染 所以其实这个复发的几率 我听说也挺高的 对吗 有 所以有一些女人 她们有整天 有那个细菌感染的话呢 严重的那个情况呢 我们甚至会叫她们讲说 可能好像你这样就讲说 你一直每三个星期 四个星期 你就来吃一次抗生素的话呢 这样你最好是 用那个预防那个方法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会叫她们讲说 可能用四分之一的 那个抗生素 要长期的那个用 所以她们可以三个月 用这个抗生素 再三个月又再用 另外一个抗生素 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呢 又再来多一次 所以她们只是四分之一 不会做到她们 有身体有什么危害 但是她这个呢 就当作是个预防来的 好过她们每一次来的时候 都要经验 就要打那个抗生素的那个针 什么这样的样子 那这个其实 Dr.刚刚有提到吃抗生素 对 因为为什么是长期 吃了这个抗生素 是身体会免疫吗 对于抗生素免疫吗 其实如果我们是 吃那个抗生素的话呢 我们都是用着 那个抗生素来对症下药 所以碰住那个细菌 是 所以我们是跟住 那个细菌来给 那个抗生素的 对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是有女性 有感染的话呢 我们拿那个尿液去检查 那个尿液呢 不是讲说 给你五分钟到十分就知道有自己细菌 因为如果是五到十分钟呢 通常只是讲说有细菌 但是你又不知道什么细菌 也不知道什么antibiotics 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真正要拿的是 一个真的比较有detail的 那个尿液去化验 所以那个报告呢 大概是五天到一个星期才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才知道讲说 到底是什么细菌 要用什么抗生素才是有效 但是女人不可以等到那个时候 所以通常的时候 我们都是会给出一些 那个抗生素 也就讲说 虽然不是能够真正的供到她 但是至少呢 也不会给她讲说 从那个膀胱 再严重下去 严重下去 变成那个肾脏 那边有受到细菌感染 好 了解了 非常谢谢Dr.博文 今天来到活力加油站 跟我们做这么详细的一个分享 因为我觉得这个课题呢 真的像Dr.说的女生 一辈子当中 都有可能会面临到 但是很少人会输出口 又或者是寻求帮助 我们希望说 今天活力加油站的内容 可以对你 或者是对你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 有帮助到了 谢谢Dr.博文 谢谢博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除了炎热的这个气候类型 到底还有哪一些气候类型呢 气候类型 热带雨林气候 热带雨林气候全年高温多雨 分布于南美洲的亚马逊平原 非洲的钢果盆地 和几内亚湾沿岸等 这些地区未吃到低压带 水气凝结之雨的机会较多 全年多雨 骨干净 年降水量在2000毫米以上 最少雨月降水量也超过60毫米 而且多雷阵雨 每月平均气温为25至28摄氏度 全年长夏 无季节变化 在这种中年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 植物可以常年生长 树种繁多 植物茂密 热带季风气候 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高温 降水分 旱季和雨季 只要分布在台湾南部 海南岛以及中南半岛 印度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菲律宾群 年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 由于地形的关系 夏季降水量甚至超过赤道多雨气候区 年降水量一般在1500至2000毫米以上 热带草原气候 热带草原气候地区全年高温 降水也分干季和湿季 这种气候主要分布在赤道多雨气候区的两侧 如中美 南美和非洲 一年之中干 湿季分明 当受赤道低压带控制时 形成湿季 潮湿多雨 遍地生长着稠密的高草和灌木 并掺杂着稀疏的桥木 当受信风影响时 干燥少雨 形成干季 土壤干裂 草丛呼簧 一年至少有一至两个月的干季 其次是全年气温都较高 最低温度只在16至18摄氏度以上 好 今天的便当好菜谱呢 要介绍的食谱呢 就是跟我们刚才讨论的主题有关 就是如何预防尿道炎 那怎么预防呢 就要请教今天的营养师Vivian老师 Vivian老师 你好 大家好 那今天Vivian老师要介绍就是这个 蔓越莓 腰果肌肉 沙拉卷 都是这样的一个结合呢 就是可以预防尿道炎 是吗 是的 主要就是有这个蔓越莓在里面 蔓越莓里面其实有一个成分 就是有这个圆化氢素 其实它这个圆化氢素 就是一种的抗氧化剂来的 那么它可以吸附着这个细菌带出体外的 因为一向来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蔓越莓是可以预防尿道炎的 可是就不晓得说腰果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是的 腰果其实里面很多的这个 优质的脂肪酸也是抗氧化剂的一种 那么它里面也有一个维生素 就是腥 腥其实最主要是可以提高 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的 好 那芹菜呢 芹菜也有帮助吗 对 芹菜里面其实有一个成分叫做芹菜素 芹菜素 芹菜素也是可以帮助到利尿的这个功能 因为有这个炎症的状况的话 它很容易有这个尿瓶这种的情况 那么就需要有这个利尿的功能 把这些细菌排出体外的 好 那除了这几道的这个主要的食材之外呢 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 还有这个这个 小番茄 对 对 还有这个瘤格 瘤格 瘤格两勺 然后还有蜜糖 美乃滋 还有这个鸡胸肉以及饼皮 那一开始要怎么做呢 就是先把鸡肉煎一煎 煎一煎那个鸡胸肉 对 今天老师选的鸡胸肉呢 就是因为健康嘛 就是小脂肪 最重要要清淡 清淡 对 老师说了一个重点就是说 如果是患上尿道炎的患者呢 就是要尽量吃得清淡一些 不要吃那些刺激的食物 是的 那些什么辛辣的 或者是酒精类的 都是不要碰 暂时不建议的 那如果说养生来说呢 清淡的话 当然也是可以预防尿道炎 对不对 是的 因为刚才呢 Dr. Warren就有说过呢 就是那个膀胱肿胀之后呢 基本上是需要两到三个星期 才能够慢慢地恢复 是的 所以即便是你尿道炎 那个细菌已经清除了 可是呢 因为膀胱也还在肿胀嘛 对 所以呢 就那两个星期 也要尽量吃得清淡 是的 对 避免它再复发 对 那么在那两三个星期期间呢 其实也可以喝一些芹菜汁 芹菜汁 或者香菜汁都可以帮助预防的 好 油热了就是 这个也要一起吗 一片就足够了 好的 那么在等待这个鸡胸肉熟的期间 我们可以先准备一下食材 就是沙拉 对 沙拉 我们可以先拿一些茄子 这个芹菜汁 稍微就切一切 那么记得你们选择的这个芹菜汁 记得是不要烘烤 而且腌制过的 因为腌制过的一般上都加了很多的盐 以及糖之类的 那么是不利于这个料入感染的了 了解 因为如果要好吃的话 通常我们都是选那些烘烤 然后有一点盐分的 是的 因为今天我们主张呢 就是清淡为主 所以呢就是要以这个腰豆呢 就是最好是不要事先烤过的 是的 这样子口感方面就是会真的是很淡哦 不会 因为我们有加了这个优格以及美乃滋 那么美乃滋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它是不健康的 热量是非常高的 但是其实适量是还好的 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他不能接受 这么的清淡 那么你就可以两分的这个优格 然后一分的美乃滋 到自己可以接受的时候 那么你就可以三个汤匙都是这个 就一个人的口味 是的 这个腰豆剁碎了之后呢 就先放进碗里 那之后呢 再把芹菜切丁 是吗 切末 切末 对 这个芹菜基本上呢 据我所知呢 就是可以排毒的 对 有些人他想要减肥啊 瘦身啊 或者是清除体内的那个毒素 就是车芹菜 但是呢 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尿道盐 那除了芹菜还有什么蔬菜呢 是可以帮助预防这个尿道盐呢 主要是香菜也是可以的 香菜 对 因为就是那个圆水 对 很多人都不喜欢 是 因为它的味道 可是香菜的话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大把大把的这样子吃 吃或者搅拌水也是可以的 如果人家不喜欢香菜的话怎么办呢 可以配搭其他的水果一起的 好像青苹果汁一起 那么它的味道就比较可以接受一些 那个鸡肉已经是 那一面是烤得相当差不多了 就是翻一翻 对 就是烤到煎黄就好了 对 煎黄就好了 而且这个鸡肉不建议腌制 因为这段 不要事先腌制 对 因为这段期间都不建议中口味 以清淡为主 所以都不建议腌制的 这个蔓越莓也稍微切一切 那之前我们就是有讨论过 除了这个吃这个干果之外 果汁也是可以有帮助到 这个预防尿道盐 就是蔓越莓的果汁 是的 可是市面上就有很多的 这个蔓越莓的果汁 要怎么去选择呢 因为一方面就是担心说 它可能有含糖量 对 那么你们可以在包装上 看选择没有加糖分的 它是其实喝起来是带酸的 对 好 其实除了果汁 或者是这个果干之外 是不是还有保健品吗 那个蔓越莓的保健品 就是含糖量或是乳酸 可以的 那么那种情况呢 如果说已经盐着了 那么可能需要吃看生素 如果说吃了预防的话是可以的 所以在预防期间 就是说在还没有得到 这个尿道盐之前呢 就是以每一天可以吃这个 这个蔓越莓的服务 对 好 明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所要准备的这个沙拉卷 所需要的材料还有步骤有哪一些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才我们煎的这个鸡胸肉已经好了 那老师就是要把它切成小块 这个鸡胸肉是没有经过任何的腌制 因为老师就是不鼓励 毕竟如果换上这个尿道盐的话 就是尽量以清淡为主 是的 好 就稍微切一切就好了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那之后就要跟所有其他的材料一起搅拌了 是的 那么这个就是鸡胸 那么是用两份 原味吗也是 对 原味的 不需要加任何的那些有口味的 所以也就是没有甜分的 对 没有甜分的 那么少许的蜜糖 这个就当然因着自己喜欢的口味 可以吃 蜜糖它也有抗发炎的一个作用 对 而且是有这个维生素B群的 维生素B群 那么还有这个美奶汁 好 那么我们就稍微搅拌在一起 对 那待会我们就会把所有的材料 然后呢 放在这个卷饼上面 是的 卷在一起 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便当了 是的 好 然后放一些生菜 生菜 是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撒在上面 那想问老师 除了刚才说的那个曼月梅汁 还有什么其他的代茶饮呢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这方面的问题呢 其实主要就是有这个香菜汁 或者青菜汁我们都可以喝的 或者是一些绿茶这些都可以 绿茶 对 原来绿茶也是可以有帮助的 是的 我们也可以加一些这个 这个青菜汁 那如果说我们每一天都喝那个曼月梅汁 有没有说喝过量的话会反效果呢 当然如果针对女性的话呢 不介意每天喝的 如果说已经没有了这个炎症 担心太寒 之后会导致一些白带的这些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就把它卷起来 卷起来 是的 然后要切吗 可以 卷起来后切半就可以了 OK 这就是老师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曼月梅 腰果鸡肉沙拉卷 是的 我们非常感谢Vivian老师 介绍我们这一道健康的食谱 就是除了可以预防之外呢 也是非常适合尿道炎的患者 OK 大家不妨学起来了 那下一道环节呢 我们有一起加油 敬请期待 2022开启商机大展红图 覆盖超过2600万名马来西亚人 包含电视 电台 平面媒体 网络媒体 以及户外媒体 如今您可享有高达80%的广告费折扣 即刻登记以获取一对一专业辅导的机会 线上讲座会 从11月22日至11月26日 旨在rsvpreconnect.com 记得是rsvpreconnect.com 欢迎回到火力加油站 那稍早前呢 有一个资讯呢 是关于这个reconnect的 也就是老板们要注意了 那经历过动荡的2021年 你需要全新的营销策略 那若你正在寻找一个物超所值 并且能够扩展商业人脉的方法 或是你正在寻找创意方案 广告方案的话呢 来吸引更多的顾客群吗 就欢迎参加reconnect2022 免费线上座台会 只需要30分钟 你将会知道如何以实惠 且今证实有效的广告营销方案 可以快速地提升公司的业绩 另外呢 你还可以享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折扣 欢迎到 rsvpreconnect.com 注册了 没错了 那来到这个环节呢 就是一起交友 那我们的线上呢 就有着前线医生 Dr.Erin Dr.Erin你好 嗨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Dr.Erin 是Dr.Erin你好 我们知道说Dr.Erin是一位马大的医生 然后现在呢 也在这个Serdang的隔离中心 当这位前线人员的是吧 对啊 就在MyEPS的隔离中心工作 是是 那戴恩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现在啊 这个MyEPS的Serdang隔离中心的状况如何呢 我们现在MyEPS的病人减少了多过一半 情况的确比以前好了很多 对 好 所以呢 是不是说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呢 Dr.Erin就被派驻到这个MyEPS隔离中心去站岗呢 是我在7月份的时候被派进了MyEPS隔离中心 就因为那个时候病例不断地增加 而且一些工作人员也被缺诊 所以需要隔离 所以那时候我们可以讲是严重的缺少那个医务人员 所以就被派去MyEPS工作这样 所以想知道Dr.Erin你主要的这个工作范围是什么呢 我们在那边都是照顾那些冠病的病人 然后我们这位工作范围 我们每一天都会分配就一些人进去那个隔离的区内 去去检查病人的状况 然后看看他们每一天的进展如何 而另外一些人会在外面就是检查他们的X光 他们的血液报告 然后我们会和我们的那个专科医生就讨论 接下来的那个治疗方案 Dr.Erin你被派到Sedown的时候呢 其实心情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说特别担心或者是很复杂呢 是那时候还蛮担心的 因为我会担心把病毒带回家 然后传染给家人 因为爸爸的年纪也蛮大了 所以会特别的担心 其实除了担心也会觉得有点忐忑 因为工作量会蛮大 而且那时候的每天的这个确诊病例都破2万 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足够 所以会担心不能够给病人一个比较好的照顾 那Dr.Erin那个MAR-X那边隔离中心的患者 主要是哪一个阶段的患者 我们有第一到第四阶段的病患患者 大部分为第二和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大部分都可以再加隔离 这里CAD4也就是第四阶段的 在之前的高峰期医院帮忙的时候 我们如果病人只需要低低流量氧气 那么我们会让他们继续再买APP治疗 不过现在因为病人的 病人减少了很多 医院的空床位也增加了 所以我们会把全部的CAD4病人送进医院 就能够接受更好的治疗 了解 刚刚Dr.Erin有提到说 在这个冠病的高峰期 人数每天都破万 破两万的时候 其实当时候Dr.Erin 你们在MAR-X那边的整个状况是怎么样 符合得来吗 心情上有没有说特别的累 还是怎么样 那时候因为工作量会蛮大了 因为病人病人太多 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有些被缺诊 需要隔离 所以当下其实蛮累的 在家上我们的全部假期都被冻结了 所以就没办法来假期就是这样 所以不过现在的情况变好了 所以大家早上一起停过来了 所以都是24小时的去守候吗 没有 因为我们会有分 所以我们就我们用Shift System 也就是讲8点到8点 就8点早上到8点晚上 然后另外一个Shift 就会从8点晚上到8点早上这样 那整个过程呢 你认为你所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着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在这个冠病时期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氧气 氧气供应不足或者床位不够 其实挺难的 就在这个高峰期的时候 我们的病人就是一群又一群的进来 然后当下我们只能够 对我们只能够挑选病人就看看哪些需要立刻提供氧气 就那些需要立刻被送进医院 对然后在我们S 我们其实我们那时候的那个氧气桶不太足够 所以我们只好让几位病人一起共享一个氧气桶 对然后是除了这些氧气的氧气桶不够这些问题 我们另外因为我们的床位也不足够 所以那时候就赶进来的那个病人需要坐在楼椅上等待那个床位 空床位 所以 多大人有没有什么就是故事或者是事件是让你特别难忘的 特别难忘其实有很多 有一件是蛮深刻的 就是那个就是在之前我在马大医院工作的时候 最终有一位年级蛮大的病人 他被确诊以后然后就被送进了马大医院治疗 他的家人全部也被缺失了 就不过进了不同的医院 然后他的丈夫最后也癌不过去世 他的孩子他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女 如果没记错了 对然后也都进了交互病房 然后他自己的情况呢 也一天的比一天差 最后也进了中症病房 不过他他很坚强也很乐观 对然后他每天都会告诉我 他一定要好起来 因为他要回去见见他的家人 他的丈夫和孩子 他太想念他们了 因为他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们 不过他当下已经 他不知道的丈夫已经不在了 对然后他有时候会问我 为什么我的孩子这么多天 都没打电话给他 就打电话给他这样 他还问是不是他的电话坏了 所以他们才没办法联系 其实是因为他们都进了交互病房 所以需要插管 所以才没办法联系的 那等等Erin 你身为前线人员 最后有什么话想呼吁大家的呢 就想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保护爱你和你爱的每个人 就要遵守SOP 还没打疫苗的 请赶快报名 因为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护你 还有身边的每一个人 是的 我们一定要真的携手一起抗议 这个疫情是还没有过去的 希望大家都不要松懈下来 非常谢谢 Dr.Ain今天 跟我们做个联系分享 谢谢 Dr.Ain Dr.Ain也要保重 保持安全 好 再见 好的 那我们活力交流站的这个节目 今天就到尾声了 待会就会有活力好购物 来一起看一下今天 火力好顾会带什么好康给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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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